但是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持续 大概还有多长时间 因为您刚才说 只要在世界其他地方 还有病毒在传播 还有病例在传播 那么中国就不太可能 比较放开地采取西方的 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 就是自由地放开 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为什么呢 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这个疫苗 它的普及率越来越高 那么当然WHO COVAX的计划的执行的话 逐渐会得到贯彻的话 那这些发展中国家 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疫苗的注射 那么疫苗注射达到一定程度 比如说中国来说 按照中国的疫苗的保护性能的话 大概中国要达到80%以上的 这个全疗程的疫苗注射 再加上一些加强针的话呢 那么它的被感染率 以及它的这个加重率都会大大的减少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很多国家进行这样的一个措施下 那它就会这个自由开放的机会就会增多 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病毒它现在看起来 目前它的变异 已经现在暂时在稳定在Delta病毒当前 那个包括最近刚出现的 在西北出现的这个局部的感染 以及目前在黑龙江出现的局部的感染 都是Delta病毒 那么这个Delta病毒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方法 疫苗能够对Delta病毒有保护作用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够得到全主要的国家都进行的广泛的疫苗预防的话呢 那么它的这个病死率会继续下降 我们呢当然从绝对来说呢 我们希望能够降到跟流感类似的病死率的水平 比如说流感一般来说呢 是0.5% 那么季节性流感 也就是比较重的流感的话呢 可以达到0.5% 一般是0.1% 可以达到0.5% 但是现在相关病毒在失跌上 总的来说还是2% 那是需要经过疫苗的接种 经过的社区的防务这些 减少它的感染率 减少它的变异率 这样的话 让这个同时呢 降低它的病死率 这个禁死率降低到接近流感 这个流感的时候呢 这个就可以成为一个常态了 也就是说 果然有些地区就有 就可以能够容忍的 您预计大概什么时候 中国人或者我们 也能拿着疫苗证书 开始更加自由的国际旅行 不说全面开放吧 更加自由的 我再一次讲 我说这有赖于 全世界的共同努力 那么以后 我们可以分阶段来做 就像有的国家那样做 到哪些哪些国家 它有full dose的 这个疫苗的注射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就可能就 更快一些 更接近一些 但是有些国家 还是很差的话 那就要分阶段走 但是我总的估计呢 应该到明年年底左右 就应该到要在哪里 我们能够做样的 计划